這車輛當街倒車想圍停在騎樓上 小心翼翼一步步倒退路 結果下一秒 左車尾擦撞放在騎樓的盆栽 但駕駛沒有停下 反而繼續倒退 發現自己傳貨後下車查看 還搬動盆栽總共倒車兩次 停好車後就穿越馬路離開現場 是他們小姐打電話來 所以我也不知道沒關係 反正誰來都沒關係 反正有要處理就好了 回到事發地點 這畫面一出也在網上引發討論 這裡是宜蘭羅東新東南路段 無主不滿調出監視器 PO網找人 寫下有錢買車 沒錢付停車費嗎 盆栽被壓迫很氣 不過還有網友眼間 發現這違規的男駕駛 正是國民黨宜蘭大佬 同時也是國民黨宜蘭立委 九人提名小組成員的楊極雄 你覺得這樣好 他們當時那一整個陷阱 就心裡會不舒服 至少打電話跟人家說你的東西 我弄壞了 看怎麼處理 車輛違規情形 駕駛人系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五十六條 儲新台幣六百至一千兩百元罰款 屋主後續表示車主已經有誠心處理 雙方達成和解 只不過楊極雄把車停進棋樓 不僅圍停 還撞到人家家的盆栽 硬是繼續倒退 如畫面一出再往上引發議論 三一軒黃國瑞溫有臉宜蘭 採訪報導